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最前线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薛薛 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专业的股市分析师高敏章 David老师 主持人好 同学朋友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章 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是盘中录影 今天是7月28号 就是最一个半交易日 因为盘中 现在在盘中呢 小涨了28点 对可是以台北股市 今天这种涨幅 20点上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好朋友们看到我们画面上 这个是费城半导体 昨晚的涨势 对 4.76% 算是蛮高的 对啊 那你再看它K线更明显 它其实是已经创 有没有 近期的新高 玩完整整 站上了季线 那台北股市今天就 对只有这种涨幅 有点没力的感觉 但是有蛮多投资朋友 会习惯看着这个 美股来操作 可以啦 那这样它是不是会有点失望 一定会 因为台北股市正常来讲 跟美股 也许是 费城半导体的 对 涨幅 涨势是最接近的 是 但今天台北股市跟美股完全脱钩 对啊 那这一点其实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复杂一点 我今天会花多的时间讲这件事 太好了 那因为毕竟台北股市照理说 以正常来讲 费半长这么多 我们今天涨个一两百点 应该是不意外 对 可是很显然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 而且是拉金融 那其实我们常讲 只要拉金融 盘就软 是 今天就是上开高走低 好了言归正传 到底都为什么 其实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 好朋友们 所料上美国升息之后 确实我们所料升三码 那你升息升三码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继续升息 那人总会讲明白 9月还会再升 目前我们预期是升两码 所以说升息的速度 确实是走缓的 那这也让所料上美股大涨 但台北股今天早上一开高 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今天指数早盘 突破一万五千点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 但是一过呢就 有卖压 很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加盈指数 台北股市加盈指数很明显 早盘一突破 马上卖压就来 那这种现象其实 我觉得对市场来讲 其实是会有压力的 什么压力你知道 台北股市怎么 这么的跟不上美股走势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那代表短线 有赚的人 修他坦有点赚 对 就会想跑 才会这样怎么办 想说好像有点赚够了 先休息一下 先跑走 不如反弹嘛 看一下 打个别棒好了 我们昨天涨停的3680加盈 来观众朋友们看画面上 是 加盈昨天涨停我们已经70块了 其实今天开高它就走低 其实我们直接看 画面我们看电脑3680加灯 今天创高之后我们被黑K 有 忙压回来 可是跌不多 但有趣的地方在于 这种现象 在台北股市是很普遍的发生的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几个重点 好 第一个 我会跟大家聊聊 联总会接下来的升息的速度是什么 包括未来九月 以及未来几个月 下半年的升息速度 第二个 来聊聊一件事 台北股市有个族群 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 对 半年 对 赚赢去年 一整年 是 这应该是利多吧 对 但是 发生 但股价跌停 对对对 真的是 还是有意外 明天才7月 提早 提早鬼门开了 提早见鬼了 怎么会这样子 最好朋友们 等一下我们再多花点时间聊这个 好啊 那 那待会儿 我们除了聊这个之外 我们先 我们要先聊哪个 学生你想先聊哪个 想先聊这个 申习 申习 好我们先看申习这张好了 因为这个好像是蛮多人都蛮注意的 还有一件事 今天我们会聊个东西是美国的晶片法案 大部分我们在follow这件事 很据说很快就会通过 那我们今天会多一点时间来聊这件事 首先我们来聊这个 联总会升息其实这件事 我7月25号的节目上跟大家聊过 是 7月笃定升三马 答案出来了 老师上次是不是在5 6月的时候已经有升息过了 对 哇他蛮平凡 5 6 7 所以今年加7月3马之后 现在基准利率已经逼近2.5 就是2.5到2.5 这是属于联准会的中性利率 那这种中性利率为什么市场会反而大涨 你们看到9月预期量吗 对 11月12月再隔一吗 如果按照我们礼拜一跟大家分享的数字 那按照这个推测 所以我们礼拜一跟大家讲的事情 在联准会升息之前 我们的预估预测还蛮准的 对啊 老师是有偷偷塔罗牌算的 对 我们是用别的方法 其实市场有一些预估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我们这样预估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说 好联准会接下来升息的速度会走缓 美股大涨 那台股这一次不跟 甚至像今天我们刚讲的 有一些股票明明基本面很好 对 却打跌停 对啊 为什么呢 这个会对市场短线的信心造成冲击 这才会跟金走落而已 为什么走落 第一个看到万五 我先卖再说 就是这种现象 有赚就跑 第二个 基本面好的族群 上半年转营去年整年 今天股票打跌停 当然会造成市场的卖压 对 大家知道是哪个族群吗 很想知道 还是大家来猜猜看 不用猜 我直接看给大家看 好 这一场股票大家很熟 当然好朋友们 这个已经卖掉了 3037的新兴ABF载版 今天跌停 新兴公布第二季 整个上半年的获利能力 9块多 是 这比去年还多 对表现得比去年好 去年才8块多 对 但今天却跌了 今天跌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学历猜一下 为什么 我上半年转营去年一整年 他为什么股票要跌停 这不合理吧 对啊 原因是因为昨天法说 他们财务长讲了一句话 不要对 接下来太过 aggressive 太积极 就是因为财务长的这句话 对 就导致了今天跌停吗 可是我问大家 如果他会议能力这么好 当然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手中没只当股票 没有ABF载版这个族群 对 可是我们就要思考的是 如果要涨跌 但是基本面还是很好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种机会 我去前面 对啊 但不是今天 全国观众听众朋友们 不是今天 我今天没有要买这一档 我今天买的是股票 大家可以稍微 期待一下下 可以观察一下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买 锁定我们的频道 锁定我们的节目 或者你更好更满 我出手 一定要更好更满 因为有可能在你错过那一集 老师就进去了 有可能 因为我会讲我今天买了什么 对啊 对好朋友们 至于到底这个族群 怎么样的状况下可以买 我们待会继续聊 好哦 那我们来休息一下 先听个歌 进个广告 OK 那我们你中场我们就你想要聊什么 都可以啊老师 OK 等一下是要先聊晶片法案 我先跟他聊件事好了 晶片法案这件事 我在中场休息跟他聊好了 因为这个有点长 嗯 好不好 好 来 大家知道什么叫晶片法案吗 不知道 如果稍微Google一下新闻的话 美国希望说 因为美国希望他们晶片 就是我们讲的机缘代工 对我知道 晶片自己制造 那在本土制作 就是在美国自己做晶片 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就减少了 有可能大家会这样猜说 如果美国自己做晶片的话 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了 我就不要跟台湾买嘛 对啊 那这好像就会有点 这是利空吗 这是利空 目前看起来是 嗯 但真实的状况会这样吗 我记得我刚刚跟薛薛聊的时候 薛薛说他都不懂股票 对 我说沒關係 不懂才好 因为你不懂 我们就可以站在一般投资人的角度来思考 对对对 晶片制造其实很困难 我讲几个逻辑给大家听 好 为什么晶片在台湾跟韩国 变全球最重要的那个晶片制造的重镇 为什么是台湾跟韩国 其实在更早些年 台湾有足科之前 对 晶片制造是在美国啊 对 后来为什么跑到台湾去 是因为美国随着晶片制造的成本 因为半导体制作 制造 其实是高污染产业 其实是高污染产业 包括你说 比方说我们一片金融片这么大一片 对 12寸这么大一片 你去洗上面的那些容易特殊的那个化学液 那洗出来的当然就会造成很大的运动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花很多的时间跟制成在后部 就是说我洗完这些东西之后 如何让它变成干净的才能够排放 所以为什么台湾台积电可以在水资源的利用上 回缩99% 我用的每一滴水99%台积电是全部回收的 因为它不能排出去 它是高污染产业 是 那这一件事在美国 当然你也知道美国人的习惯 这种就留给别人去做就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美国现在的科技业 像我们熟悉的像矽谷 对 很吸水很高 像那个湾区 就近量全身湾区 这些最贵最贵的那个科技重镇 都不是硬体工程 那是 都是软体的 OK 都是软体的 比方说我们讲的Amazon 就是软体 对 那为什么叫软体工程 所以美国你看美国很多高科技业 工程师吸水很高 他们都是软体工程师 那台湾呢 硬体工程师 不一样 可是台湾的硬体工程厂都要卖杆对不对 答对 就是花很多时间 虽然薪水高 但花很多时间在那上面 在卖杆 但美国的软体工程师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软体工程师 其实薪水比英零工程师还要更高 以美国他们正常开的配 你不要说做到很高阶的主管 你只要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等级 你的年薪就可能一千万台币 哇 震惊人 甚至大部分呢 羡慕 对刚毕业 如果你是在高科技产业工作的 一毕业进去业学生 你可能的年薪都有十万美金 新人都有可能十万美金 但美国的科技业薪水是涨的 好 刚刚这些条件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事实 是 所以美国开一个晶片法案 我来补助一年五百多亿 五百二十亿美金 我没记错这个数字的话 你知道这个数字 观众朋友们 这大概等同于台积电一年的资本市出 那如果这一招有效的话 那其实讲句讲坦白的啦 中国的半导体早就起飞了 因为中国的半导体给的补贴更多 所以 透一句我们来讲一件事 更实际的 美国当初为什么把东西做不下来 高污染 对不对 要卖干 对 对不对 然后很多的人不愿意做这个产业 是啊 而且支出也高 对对对对 所以只好放给台湾跟韩国去做 那他为什么现在又觉得想要自己弄 战略考量 万一台湾怎么了 对不对 那我们全球的晶片的需求不就完蛋了 对供应就来不及吗 像你看如果 所以他们帮自己想个设计一个备案 对对对 美国现在其实主要是战略考量说 可是我讲个数据给大家听 根据台积电前总事长张忠谋讲的 美国的晶片制造成本 以现在的条件来讲 不管美国人愿不愿意卖干 对 晶片制造成本比台湾多50%以上 那他们还愿意做 就是最多那个补贴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就是说你补贴了 但是美国坦白讲会做不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有难度 除非呢美国的工程师可以接受台湾的薪水 然后三班制 然后每天爆肝 如果他们可以接受 他们就有可能做得起来 他们应该没有台湾人那么刻苦耐劳 想也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我们台湾人是奶超好担拼的 而且我们薪水还不高 真的 我们薪水还没有很高 你们不要说台积电薪水很高 没有没有没有 你跟美国比真的还好 所以即便他们的法案过关了 跟能不能实际完成又是两个一次 因为如果有效那每个产业补贴就好了 就像台湾一直补贴我们的汽车业 汽车制造 台湾有造出什么多厉害的车吗 Luxgep 好像也没了 育龙吧 对 接下来就是往 红海有没有机会做电动车 这样子而已嘛 所以过去台湾一直补贴的产业 不见得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那你就回头想想 台湾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 像半导体这种产业 真的政府补贴很多吗 有 但它不是最多的 反而是靠台湾本身制造业的能力 所以其实像张中某董事长台讲过 他说美国缺什么 美国缺的是制造业的人才 硬体相关的人才 美国没有这种人才 但台湾有 台湾有 所以训练方式完全不一样 整个产业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嘛 如果你认为美国晶片产业 晶片法案对台湾影响严重的话 那你 可以思考一下 听完这一集 你再想一想我们刚刚讲 可能是想太多了 好了 另外一个重点 是 刚刚聊到跌停的股票 大家会很担心股票跌停 会啊 虽然你没有啦 因为我很久没叫你买这个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个 3037星星 我们一个老规矩 对 星星今天跌就是因为很简单 不是因为它基本不好 是因为 他们的法说 聊到说 我可能下半年会比较不好 对 他说你们不要太积极 不要太积极 可是其实他们 我从我们财务面的角度来看 他今年第三季 星星的第三季 可能跟第二季差不多了 还是会表现得不错 对 那他们是谦虚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 我不是他比较谦虚 我觉得是老实啦 就是其实我觉得 其实好朋友 我建议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这表示这是一家好公司 我们上半年赚这么多 9块多 但我在法说会来 是老实跟各位讲 我们可能对未来不能太乐观期待 不能那么积极 因为全球股市在过去这段时间 跌幅是蛮重的 美国市 另外就是说通膨问题 包括说对岸啊 动不动就关起来这种问题 所以他们讲到比较保守 那法说保守 导致股票跌停 是无口后非 对 但全国好朋友们 如果人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老规矩 有人出手 我们再来剪就好 换言之 可预见的未来 这会好买点 好 所以这个呢 就留作 有在每天 专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朋友们 对 哪天 我们看灯光美气氛家 便宜的时候 我们就来买 再来跟他谈一下恋爱 有人买我们再买 在那边跌停 没人要买我们该会出手 对 今天法人卖亚一定很重 尤其是 头新 现在还没收盘吗 我们现在12点47 还没 我们不用砍了 你下午去看大概 头新卖亚一定很重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 没有那么糟 我今天也跟很多人问过了 真的是没有那么糟 所以今天把这个 关于ABF宅板 南电星星景书这个族群 都一样 其实我们来看 星星跌仗子 804个南电 就同个族群 今天盘中很差点跌停 很狠 很狠 对 然后那个 3189 景硕 今天盘中跌停 哪个观众朋友们 3189 我Kick给大家看 有没有 盘中跌停 那直接我们来开录下半段 好啊 所以我们下半段在讲什么 你可以再聊一下 我们要聊一下金本法案 濃缩版的也可以 好啊 或者我们来聊一下 南电星星景书也可以 你说刚跌停的这三支 因为你可以再聊一下 好啊 或者你想想听别的股票也可以 好啊 因为我今天又买一档 今天也快涨停了 但是我买的是比较特别的 嗯 我今天买这个 这是森达科 嗯 很强 这个你会跟大家聊吗 当然啊可以啊 但是就看各位敢不敢买 因为他已经上去了 因为这是之前 好啊我们分享了 不一定要大家更忙 我觉得之前 因为我怕大家涨多了不好睡 因为这是之前 我们上一份资料给大家的时候 就买过了 那时候就从100 120上上来的啊 好 好 那下半段我们你直接开始 我把我们沿路边聊 OK 直接开始 欢迎再回来我们的股市最前线 刚刚呢有跟老师 聊了一下 像是我们的星星 他是这个 有一点点小赚 然后他的财报表现还 获利还不错 其实是很赚 对 但是呢他今天却跌停了 可是除了星星之外呢 好像还有另外两支也是这样的表现 对 ABF的这个族群 我们刚刚聊到 他基本上大家一次会看三档 因为它三个是一起的 南建星星景硕 那有长期在锁定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这三档 去年前就让大家赚到大钱 嗯 但这一次 我先讲 我们现在手上没有 所以今天跌停不干我们的事 对 but 这明明很赚钱啊 你看嘛 刚刚3037星星我们聊到 赚9块多 上半年 去年才8块 换言之在今年的EPS 很有可能是去年的两倍 对啊 其实因为薛薛不太懂股票 那赚9块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讲说赚一个股本 就是10块 对 赚一个股本就是说 我今天一个家公司的股本100亿 所以他赚的只有快 差不多 对 他说他今年3037的星星 肯定超过一个股本 哦 对啊 下半年又不见得比较差 对 还有半年耶 对啊 所以他今年有可能赚快20块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观众朋友们 好 3037今天跌停嘛 星星喔 对 股价162 一家公司今年可能赚的 9乘9 9乘2就18块 对 好假设他上半年下半年差不多 星星今年有赚18块 现在股价162是不到10倍 对 就算便宜耶 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讲到这里不要现在去买 因为那没丢完 对对对 老师只是聊聊分享 我只是在跟大家讲说 对 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来看 是 这个族群 不见得到错杀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 呃 有在订阅我们YT频道的时候 我们刚刚中长休息 聊了一个 ABF载板的故事 对 再聊了一个 美国晶片法案 晶片法案 所以如果你 我们等一下如果广播时间 讲不完的话 你自己订阅YT频道去听 对 因为 恐怖时间有限 所以我说今天反而得要中心讲 对啊 因为跟不完啊 好 新讲新星喔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推敲喔 其实昨天最重要的就是新星的财务长讲 不要对未来太积极啊 是 然后各位不要太aggressive 据说啦 他昨天讲了五次 五次 不要太aggressive 就是建议大家稍微保守看待 嗯 欸如果一家公司去开法说老板这样讲 你心里怎么做的感想 有点惊讶 想说 一般的老板应该都会对于自己的公司 未来 对啊 很有期望啊 大家冲啊 所以今天新星点停就这样 嗯 没信心 老板就没看好我的信心 对啊 对啊 老板都没有信心了 老板说 你不要太aggressive喔 可是不对啊 我们从财务的角度来看 最后第三期第四期 虽然会可能会笑 掉一滴滴 对 但是整体来说 应该还是有过利的 还是好 那 换言之 在未来 可预见的未来 嗯 应该是要早卖一点 好 大家听得懂齁 这应该要早卖一点 只是不是现在喔 对 不是现在 可能股票可以先赚 对 好啦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喔 刚刚聊到的晶片法案 我们来跟大家 稍微提一下 一件事 晶片法案在美国很难成功 美国晶片法案会过啦 晶片法案会过啦 晶片法案会过啦 但是晶片在美国在地制造这件事 很难 我们刚刚重要聊到 就是因为它的 生产成本完全不同 对 只有一年才520亿美金喔 而且不见得每年都有 这个补贴 对美国的金配来讲喔 只能说杯水车薪 那老师你觉得 其实美国人自己 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们两个 之前的新闻 不知道怎么看过 嗯 就是美国不是希望说 像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对 记不记得 他们觉得福利没有那么好 然后又很超 福利又很超 福利又没那么好 动不动在开会 美国在那边开会 对 都在浪费时间 你看美国多爽 按照我们刚刚讲的故事 如果这件事 就是美国的工程师 这种心态 他在美国的晶片在地制造 肯定不会成功 是啦 法案过了归过了 过了520亿 一下子用完 你以为520亿美元很多吗 对啦 520亿美元 我们两个分是蛮多的 但是分给美国的半淘体业 那 就是一点点 a piece of cake 一点点 对啊 对啊 那全国好朋友们 你听完这段节目 你觉得美国晶片制造 在地制造 这个法案一过 嗯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 坦白讲 相当的有限 是 所以全球主要的晶片制造 还是一样啦 要么就南海 要么就台湾 对啊 最后一个就是 还有点可能性就是中国啦 所以呢原本看到这个 美国晶片法案要通过 可能会担心对于台股 会有点影响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想太多 想太多 目前应该可以稍微 听完老师的分享 好像可以稍微 其实你可以放心啦 因为你看这件事 对台北股市 像最影响最明显的嘛 你看台积电 嗯 其实台积电今天完全是涨大 对啊 今天都没差啊 对啊好像不痛不痒 对啊 所以台积电今天还涨4块钱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 你再回头想想 我们刚聊的 其实台北股市今天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拉金融 如果金融股涨大 电子股软 当然是比较不好的 对接下来你的操作 会比较难度 但同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如果台北股市是这种逻辑 对 这个行情会涨不完 涨不完 为什么 因为市场会担心 对 会害怕 对 通常这种条件下呢 股票市场会有个 比较长线的多头行情 哦 懂 环转不落嘛 散户不来嘛 没有韭菜可以割嘛 对对对 所以当然行情不会太差 是 所以你听完今天的节目 你不要说 哎老师那昨天美股涨那么多 对 就我们刚刚跟薛薛聊啊 昨天美股涨那么多 怎么台股怎么做 对啊 要你了解了解 加均指数你看 现在快翻黑了 对啊剩10点了 对对 涨幅剩10点 所以全国的朋友们 你要觉得说 哎呀昨天美股大涨 台股美股今天这么弱 是不是台股不好 不见得 只是说台北股市 今天很显然的 市场的信心是不足的 嗯 所以开上去之后 股票有赚就有人想卖 这也是我最近刚跟他讲的说 你不要 哎老师加登70块了 可以再追吗 不要 上去我们找时间就卖也卖 是 哎你不要追 我们可以买新的 老师自己好像也有 研究一只股票是有涨的 但是你也不建议大家 现在去追的对 他有涨涨很多了 嗯 那个啊上次跟他聊过的 升大科啊三四九一啊 对啊 升大科今天又涨6%嘛 你看他这一波上来 从120几块你涨160了啊 哇 当然我只要讲 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 你已经赚过了 对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是听众朋友们 你今天才想进场的 我不反对 嗯 只是你动作手脚要俐落一点 对 你不要说 赚了一段又不卖又回来 这样可惜 嗯 当然升大科今年的基本面 非常的好 对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学校朋友们 如果我们今天喔 你听完这一期的节目 你觉得 刚刚那个关于晶片法案的 对 因为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 聊的比较多 对 所以呢可以 如果广播你想再多了解一点的话呢 可以去订阅一下 对 你可以订阅YT频道 你就可以再多看一些 对啊 那今天因为跟那个 薛薛第一次录齁 所以好朋友们 不要觉得很生疏 因为我们刚好是 稍微闲聊一下 对 那薛薛说他不太用股票 没关系 我来帮一般的小股民 一般的老百姓 我问一下 发声 这种不是很好吗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在聊的啊 不一定是聊涨的股票嘛 其实跌停的股票也可以聊啊 有时候股票跌停 我们常讲喔 跌停不是让你怕的 虽然我们没有这股票 但跌停不是让你怕的 如果你刚好有 ABF载版的朋友们 南电星星景硕的朋友们 对 记得每天锁定频道 哪里有好买点 老师会通知大家 我们会透露给各位 所以错过真的很可惜喔 赶快把我们的频道订阅起来 今天再次谢谢David老师 来到股市最前线跟大家分享 明天继续收听跟收看喔 好 谢谢薛薛 那谢谢薛号给我们 记得每天锁定我们频道 明天见 拜拜 照片